为什么家里都是200兆的宽带 你的网速却比别人慢了一倍 到底是什么原因 首先我们找到光猫 翻转过来 找到默认配置地址 还有配置账户和密码 记住以后找到连接这条宽带的电脑 在浏览器上输入默认配置地址 192.168.1.1 然后把配置账户和密码输入上去 这样就进入了光猫的后台 我们在里面找到接收光功率这个选项 这个数值一般都会在-25dBm以内 都属于正常的 如果你的快段光栓低于-27dBm的话 就会对你的网速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光线线 有没有折弯的地方 看一下有没有被窗户挤压严重的地方 这些都会对家里的网速产生很大的影响 如果检查一遍后发现线路没有问题 但是光摔依然很大 我们就需要给安装师傅打电话 让他上门来给你处理 第二个需要检查的地方就是网线 家里使用的网线一般都是超五类级以上的网线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网线是不是有八星 如果是四星的网线 网速最大也只能达到100M 家里网速慢 这两个地方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地方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检查 大家一定要做好检查